現在錄影 都要帶普洱茶 是茶凰 喝茶凰 現在都在流行喝茶凌晨煮多好喝 茶凌晨普洱茶送人 雷霜也很好 喝茶的人很多 不過有年紀你後來喝茶 當然要稍微講求 這講求不是叫你花很多錢 就是這茶凌晨不適合我們 為怕冷的人為得不好 當然要喝茶凌晨 我常說的 因為晚上咖啡也一樣 年紀有後喝咖啡就不睡了 但是普洱茶凌晨就不一樣了 都不差 現在可以在台中的茶凌晨 這很好的普洱茶凌晨 那來行的朋友喝到茶凌晨之後 感覺說 哇這一君一定要 十萬的 來行的朋友都說這十萬的 其實也有那個雞蛋 也有那個雞蛋 雞蛋為了推動 這個普洱茶凌晨讓大家喝 所以說他 要製作一個補兜萬物的這個節目 現在會補充三點到四點 也有啦 也有 朋友可以管充 也可以支持 這樣 就跟朋友說一下 我再說 額客店的故事 上次我們說到額客店 就從自己來台北 在後 跟他的鄉親 在林金星赴到 因為那時候在國康就有說 說他現在做雞蛋團 有機會 你才來啦 也可以來參加 到了這一天 夜便修隊夜客店 看到林金星這個選團團 在賣衰三分 就跟他說 阿青啊 你不是說 只賣白飛油利益嗎 林金星說白飛油是主要的啦 我們白飛油孫飛車的這個工廠 就是這樣嘛 你敢有想要來做 如果賣 我命在馬上 跟公司說 你就可以來上班 要是說 不是跟你說過就可以 我們就要去經濟公司的同意 林金星說 是啊 跟公司補兵一下 你每個月不才有薪水 這不是念念事工的錢啦 兩個人哪說 那個時候文修啊 七萬塊 文匯接到麥克風 哪說哪請文修啊 在那裡 那個那個 麟湯裡面 的那個手巾啊 當然這就是說 在月水三分 要有那個洋石家庭 林金星 就跟 還跟 雅兵修這樣 繼續開工 可以在那裡問說 薪水差不多會多少 每天差不多多少 林金星跟他回答 一千萬塊三四百塊 應該有啦 我獎勵呢 直接就跟他說 你是顔七啦 這樣應該會比較多 好啊 好啊 你萬事拜託 拜託你這樣 林金星說 說什麼三百塊 不然他們先試試看 不然你先等著 先客船 這樣唱一首 嘿嘿嘿嘿 好來 這就是 黑黑電 加了到這個 選團團隊 雅兵團的一個家庭 他是不是 那馬上有下去試 你 繼續看我們的節目 我就會說 我們現在來聽 黑黑電請問 《車長的水果娘》 在這裏面的一面紅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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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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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